国会改革法案三途通过之后 现在朝野的下一个战场 就是花东的交通三法 被绿营批评说 这是两兆的乾坑法案 而现在也传出说 立法院长韩国瑜要求 党团应该要停止 有争议性的法案推动 而就在今天中午 立法院长韩国瑜 他是找来了国民党籍的 司法委员会 以及未还委员会的委员 一起到立院附近来共进五宴 其中党团总造傅昆琦 他也出席了 对于先前被质疑说 是不是跟韩国瑜 有一些心结或是不合 刚才傅昆琦说 他跟韩国瑜是50年的好兄弟 来看一下刚才的画面 我想今天我们不只是 跟韩院长来参序 也跟韩院长来打气加油 韩院长跟我是几十年的老兄弟 而不是一些绿媒见风插针 就能够来影响我们彼此的感情 我们都很清楚 现在台湾的政治环境 非常的险恶 因为讲真话都往往 没有办法被事实呈现报道 但是该做的事情 我们还是会坚持 好 大概进行了一个小时的 午宴之后 傅昆琦她是说该推动的 还是会继续的来推动 但是强调会凝聚更多的共识 不过先前三读通过的 国会改革法案 是现在行政院是提出了复议 而刚才傅昆琦也回应说 这个行政院应该要做好完整的准备 如果这个复议案不通过的话 那行政院长卓龙泰要不要下台负责呢 以上是立法院的最新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新闻网均